作为一种新型能源 核能不仅污染小而且利用成本低 像航母潜艇这样的大型舰艇 若使用核能作为动力 不仅可以提高续航能力 而且还会大大降低成本 目前的中国虽然没有核动力航母 但是在核动力大船方面倒是有不小的成就 除去今年上半年刚刚推出的核动力破船并不说 前不久我国又曝光了一艘核动力综合保障船 以及一艘核动力输军船 输取综合保障船 大家都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核动力综合保障船就是将它的动力装置改为核能 中国刚刚制造出的这艘船 配备了直升机平台 补给门桥以及起重机 一般的补给作业根本不在话下 其最闪亮的地方就在于其本身是一个移动的船坞 能够将一整个船体吞进体内 如果到了战时这样的一艘船 必将大大降低部队的战损率 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 核动力输军船 貌似并不多见 随着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需要 这种船越来越受到重视 它可以将水向的泥沙挖出来 然后倾泻到某个地方 就是输军河流 填海造地的神器 在核动力输军船出现之前 中国的年输军量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但这款重器问世 中国的数据能力也将更上一层楼 如今能源问题显得越发越严峻 核能无疑是人类的福音 不过我们也要明白 核废料一旦发生泄漏 也会对人类产生一定的伤害 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